苗栗县头份市永珍宫妈祖越来越接地气 迎合现代民众的需求 推出了应景文创小物 岁末年终之际 庙方新推有台湾LV包支撑的夹纸袋 同时也与警方来合力反诈骗 Q版的妈祖护身符 让民众带在身边随时提醒方诈 位在头份市闹区的永珍宫 随着城市年轻化越来越接地气 岁末年终 民众尝到庙里祈求来年运势之际 推出了有台湾LV包支撑的 永珍宫妈祖版的夹纸袋文创品 既方便又时尚 回顾我们早期在台湾 这个传统的勤俭持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像以前过去的很多的老长辈 都是拿这个嘎嘰推 就是提水果跟我们的生理来拜拜 那我们也希望不仅是年轻人 人家只要来庙里拜拜 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回味 那也希望在他们的这个大永珍宫的拜拜之后呢 大家都能够平安 永珍宫是县内客家庄里最大的妈祖庙 积极结合地方特色推出各项活动 Q版的妈祖造型可爱又讨喜 让信仲感受到不同于以往的宗教文化熏陶 也让年轻朋友能够将妈祖信仰及客家精神传承下去 因此得知头份竹南是全县诈骗案件最多的地方 永珍宫妈祖关心民众 与警方合作出马代言反诈骗 制作客家圣袍护身符 随时提醒民众不要贪保财安 永珍宫妈祖婆 那为了响应我们的这个打炸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年特别跟我们头份分局 来就是宣导这个防诈骗 那这次也由我们永珍宫的Q版妈祖婆代言 那也希望我们在各个商品都能够来打炸 来宣传让我们的老百姓要注意 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高的这个利润就是高风险 那希望大家不能有贪这个字 只要贪就会受骗 家职代护身符等文创小物即日起推出 信徒们到庙里捐香油钱 不仅能带着妈祖的庇佑 还可以获得不同的精美文创品